哈囉 大家好 我是GMA 文英傑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是 你覺得勇氣是什麼 我覺得勇氣就是不斷地成長 然後挑戰 然後看看自己到底害怕什麼 然後讓自己變得更強壯 更勇敢 我覺得勇敢也是勇氣的一小部分 因為勇氣就是 勇就是分開來看 就是勇就是要很有勇猛的感覺 那那個氣就是可能是你的呼吸 你的氣息 那這就是我覺得是一體的 勇氣它就是一個 從你的內心散發出來的一件事情 是你想要變成一個有勇氣的人 但你必須可能要有勇敢 甚至很多東西才能把這個勇氣 讓它變得更完整 我覺得人生中就是難免會有一些 低潮或挫折 像我就是也是有常常 其實常常滿有挫折的時候 但挫折的時候我就會提醒我自己說 今天我碰到這個挫折 我想要讓這件事情如何變得更 就是這個挫折如何隨心所欲 那個隨心所欲是我要讓這個挫折是變成是好的挫折 還是壞的挫折 我要停止呢還是我要往下還是我要繼續 這可能都是我會思考的事情 挫折就是一個什麼 俗話就會說一句什麼 什麼越挫越勇 這個話真的說得很好 就是越挫越勇 就是你要不斷地被摧毀 摧毀 摧毀 你才會有更多的 這個過程當你被摧毀一次 你想要在完成的時候 其實你就獲得了這個勇氣 在這個過程中呢 我要怎麼給自己力量 就是要催眠自己說 我可以 我一定可以 我沒有什麼不可以的 但這種催眠可能是真的 有可能是假的 但是如果你有催眠 我覺得就會成功這件事情 就是人就是一個不斷 可能碰到低潮就有挫折 然後挫折可能你碰到了 你就想要讓它變好 那變好的時候你就會有勇氣 那當你有勇氣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你完成這件事情 你就會覺得 天啊 我獲得了這些力量 這些過程我覺得是 最重要的一個 完成的這個力量的方法 就是催眠自己可能會成功 但可能有一天就真的會成功了 但就是自己的心願不願意 一直往前就是跨出這一步 這是我覺得跨出那一步 我覺得真的很重要 像我本身就害怕蟑螂 但因為這個比較 這種恐懼是比較 比較好笑的恐懼 是因為蟑螂其實它很小 你到底害怕它什麼 其實我到現在 我一直覺得蟑螂比我還小 為什麼我會怕 它只要輕輕一動 然後我就會整個覺得 喔 背脊發涼 用抓蟑螂這件事情 來討論勇氣這件事情 其實可能很難聊 因為真的有些人就是對蟑螂就是 有一種莫名的恐懼 我到現在都還沒有辦法突破這個恐懼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我有看過一個新聞說 蟑螂一定要沖馬桶把它沖下去 不然它會有一隻 你家裡有一隻蟑螂 就代表你家裡有千千萬萬隻的蟑螂 我就因為這件事情 我真的一直都覺得 我家有千千萬隻可能從小到大的蟑螂 我就打電話問我的朋友說 怎麼辦 你可不可以教我說怎麼辦 它還在動欸 那我要怎麼樣 就是把這個蟑螂弄掉呢 我就拿了肥皂水 有人他們叫我拿髮膠把它釘住 它就不會動了 然後我就拿那個肥皂水浇它 但是浇它的過程中 它就是好痛好痛 我會覺得很殘忍 我覺得我不能做這種傷 就是傷天害理的事 然後教完之後它就真的離開了 然後後來我拿起了 我提起了勇氣 我連甚至連抓它我都 真的很不敢 然後我就拿了五張衛生紙 這樣把它抓起來 然後手伸的直直的 然後一路走到我家的廁所 把它丟到馬桶裡 把它沖掉 當下的我我就覺得 天啊你很有勇氣 他其實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覺得 哪方面就是覺得自己有勇氣 其實我拿了五張衛生紙 所以這個蟑螂故事就是告訴我們說 其實沒有什麼真的不行的 就是沒有什麼真的不行做到的事情 只要你敢跨出心中的那一步 你會到達你想要成功的位置 這是我覺得我從就是這個蟑螂的小故事 其實這是我最近的獲得 就是雖然講起來真的覺得滿 我覺得滿好笑 就是怎麼會把勇氣 就抓蟑螂變成勇氣這件事情 它就是一件生活很小很小很小的事情 但是我是此時此刻我發現我要跟大家做這個勇氣這一題的時候 我提起了這個故事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像我一樣 就是勇敢的跨出 我覺得不管是步伐的第一步 或是心中的第一步 只要一旦你跨出去你就會知道其實 很多事情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的可怕或是難以實現 對這件事情也是 還有另外一個勇氣的小故事 是我的助理的故事 好我助理昨天他參加了一個就是 因為他現在我讓他來公司 就是跟大家一起上班 然後來唱片公司上班 然後唱片公司他們有一個非常好的行為 就是他們每個每週一的早上 他們要做一個分享的報告 然後我就問公司的同事說 為什麼當初老闆會有這樣子的想法 想要讓大家去做這個分享的報告 這個分享的報告呢不侷限 就是你想要分享說 我剛剛抓蟑螂的故事也好 或是你想要分享 我今天有一天在路上踩到了大便 或是像你想要分享說你做什麼檢查 或是你看了什麼新聞 或是你喜歡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分享 我的助理呢就是他是一個非常害羞 然後動作也很慢 他現在正坐在我的對面 然後我在他這個身上 我在他身上其實因為我還沒有很細緻的問過他 這件事情的啟程狀況 但是我相信他在做這個分享的時候 他獲得了勇氣 但是我相信在他的身上他獲得這份勇氣 是只有他獲得的 就像我現在在跟此時在聽我講話的人說 如何獲得勇氣 可能你有你自己想要獲得勇氣的方法 或是你覺得不是跨出那一步 你的勇氣可能是後退那一步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人怎麼去定義你的勇氣 這件事情你發自內心 我覺得想一想 在這想的過程中你就會知道說 我是這樣獲得勇氣的 所以當下他好像完成了這個 他完成就是我那個助理 他完成了這個事情 我問他說你要分享什麼 其實他選了一個非常非常安全的事情 因為他住在北投 他選擇他想要講一些北投的一些文化 然後可以去哪裡玩 這件事情是因為他從小在那邊長大 他是最熟悉的 但他打了一個安全牌 但他心裡一定突破那個防線 他越過去了 他越過去之後呢 他就會獲得勇氣 就是我希望我身邊的每一個人 都是非常勇於去嘗試很多事情的 就是勇氣不代表說 我一定要做一些人家不敢做的事情 或是我覺得 甚至可能是做一些你不願意做的事情 叫做勇氣 所以勇氣這個詞就是非常的廣 也非常的面向也非常的 我覺得他的面向深不可測 就是不是你想像中 是這樣就是這樣 是那樣就是這樣 那你可能覺得我今天喝了一口水 我也覺得是勇氣 那可能也可以 就是我覺得大家就是要靜下心來去 我覺得像我就是學習勇氣是 我想要靜下心來去看看周邊的人 他們做了什麼樣的改變 他們做了什麼樣的進步 這是我對他們的勇氣 也是他們給我的勇氣 好我今天說了這麼多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的分享 然後現在時間差不多了 該睡了 先跟大家說個晚安 下個禮拜我會繼續跟分享一些 我想跟你們分享的 Good night囉 晚安 下個禮拜